Hello 大家好 這次的影片想教大家如何在Pokemon劍盾拿到一個個體值的檢測器 如果你有個體值的檢測器 你可以隨時在精靈箱中按個加好 它就會有能力寫出來,有一個評定 你就會看到它有寫一些評語 太完美就是31V,這隻有3V 其餘非常好呢? 非常好可能是30V,即是U 其餘那些我就不特別講,其他都是比較普通一點 比較差一點的用語,一個評語我就不特別講 最重要是記住太完美,以及非常好的 其餘就沒什麼特別去看 重點來了,如何拿到這個個體值的檢測器呢? 非常之簡單 就是來到這個塔 這個宮門市的對戰塔 就是要打對戰塔 打單人的對戰塔 打到看到冠軍,打贏了冠軍 它就會給你一個個體值的檢測器 以及送一些道具給你 不過詳細的道具我忘記了 聯盟卡我忘記了 聯盟卡我忘記了它送另一張給我 先看看 單地 對 好 先從新到舊 這張現在是最新 再上一張是這張 這張是特別稀 他就告訴我是稀有版 我就沒什麼所謂 OK 總之這個個體值的檢測器就是需要打對戰塔 大概打到5-6-7場 總之看到打贏了冠軍 就可以獲得 非常之方便 這張是一定要有的 譬如你打完一周目之後 你去檢測這個個體值 生蛋那些 都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麼這次這條片 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以及劍盾的攻略都會陸續有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再見